大家好,我是爱狗狗的艺术发烧友志颖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最近在进行的文章 我们还有何种拒绝 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回应今年在德国柏林的 Tekens Media的媒体艺术节 这一次,艺术节将主题定为 尝试在各个层面讨论拒绝的可能性 当然啦,既然是媒体艺术节 新媒体和网络中的各种拒绝 自然是主要的讨论主轴 不过我自己非常想专注延伸的方向 是关于脸部数据资料 以及种族资本主义等等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 自从去年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 那些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亚裔社群 明显都遭遇到了更严重的 种族歧视事件 例如被言语攻击 殴打 甚至枪杀 然而这个现象 却非常非常少被提及 大部分的人 也都没能将这件事情 跟同时在全球发生的 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关天运动 放在一起看待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讨论这件事情 有其必要性 因为在目前可见的未来 很显然的 媒体与技术的发展 正在重蹈一种 自全球殖民主义开展以来 从未消逝的 种族主义辐测 这件事情 可小可大 它可以一种 看似无伤大雅的 网络迷因持续传播 例如像是 黑人问号这样的图像 但是最终 它也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 譬如 2021年3月份 在美国亚特兰大 发生的枪击案 就带有非常浓厚的 种族复仇情节 我观察到 这次病毒和疫情 所引发的矛盾 最早发生在 遮蔽脸孔这件事情上 在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里 戴口罩是最基本的防疫工作 大众普遍都遵守着 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的规范 而且也相信 口罩产生的防御效果 然而 在许多西方国家里 一直到疫情爆发 整整一年之后 都仍然进行着大型的 反口罩抗争运动 而那些戴着口罩的 亚洲人 则时常引起许多 不必要的纷争 最常听闻的 就是被指称为是 病毒的传播者 哲学家 把遮掩脸孔放在另一个项度来讨论 遮掩脸孔与展示脸孔 将代表了不同层次的意涵 在电子数据搜集的时代里 拒绝脸孔的展示 更多象征了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然而这件事情却越来越难做到 我们很难不参与社群媒体 很难不出现在各种摄像机前 就算你不上传自己的相片 也会有千百个朋友 带有你名字的标签与图像 或许比真正的你 还更早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至此 我们还能有效拒绝展示我们的脸孔吗 建立控制论的科学家 Nobel Wiener 在他1950年的著作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早就预言到一个被数据资料 所制约的人类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所有人类 都会携带某种连接彼此的装置 这个装置会搜集每个使用者的数据 并且同时也对每一个人 做出一定程度的行为修正 他的预言惊悚地 与我们当前的处境极为相似 或许他唯一没料想到的 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 去购买这样一个装置 甚至还是一种时尚的展现 大家会争先恐后地 拿着辛苦累积的利润 去让自己拥有装置 而且不论有意或是无意地 透过装置上传自己的数据资料 很难说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能力 去拒绝展示脸孔 不可否认 不管是抗争或是抗议 对大多数人而言 数据资料都会像是柏拉图的药一样 既是解药也是毒药 不论如何或许我们首先要学会掌握的 是拒绝作为行动主义技术的这件事 就像黑人女性主义运动者 Adrienne Marie Brown曾经说过的 Being about to say no makes yes a choice 要能够拒绝 才能使你的接受有更多选择 今天的分享 先在这边告一个小段落 先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